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。 我們現在繼續跟進輕軌的相關資訊。 澳門運輸公務司司長羅勒文表示, 輕軌的孖角線今年2023年1月份開展測試。 目前測試順利,有信心在今年年底開通, 而石牌灣線與橫琴線預計明年年底開通, 但橫琴線驚驚地, 他又說如果沒有特別情況, 有信心下屆政府是會完成輕軌東線的, 說的是2028年, 到時這個輕軌已經可以連接到海陸空的口岸, 現在政府方面正在研究連接清貿口岸, 認為連對清貿口岸的話, 就可以真真正正令到輕軌起到作用。 有一議員就口頭質詢輕軌的經濟效益。 羅勒文回應, 世界沒有太多地方是可以單靠公交做到收支平衡。 他以澳門為例, 他說澳門巴士票價便宜過輕軌, 但現在政府仍然要給10億, 輕軌涉及輕建買車肯定貴很多, 他說社會需要面對事實, 他說相信輕軌線孖角段開通後, 車費收入會增加, 而政府當局沒有考慮轉成優惠。 司長繼續補充, 他說孖角線、石排灣線、橫琴線、 三線建築預算會控制125億, 又提及孖角線會有少量商業員數, 有3-4個鋪位, 但近期開錶後一份錶書都收不到, 認為暫時可能沒人有興趣, 但年尾會再次開錶, 他在孖角開過錶竟然沒人投錶, 大家對在裏面做生意的信心都頗差, 正常來說應該會有人博一博, 怎知博都博都不博, 直接全部人要學共識不和你玩, 但其實這樣說, 孖角線如果是開了的話, 理論上來說應該生意會好很多, 如果起上橫琴線的話應該會賺多一點錢, 希望欣貴不要超之超得那麼厲害啦! 好啦那今集和大家提到這裏先啦, 大家有什麼想講下邊留個言啦, 我們下集再見啦,拜拜!